誰不希望在有生思念 找到你心目中的白馬郎子 或白雪公主 拍個美美的婚紗照 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在座的各位 結婚有拍婚紗照的請舉手 哇 謝謝請放下 也恭喜你們 都找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另一半 可是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 為什麼結婚就一定要拍照呢 是因為法律的規定 還是 就想留個紀念嗎 還是 但流行嘛 實際上每個人都這麼做 我當然也不例外 據我所知 我本人民法規定 結婚 要有公開儀式 兩人一上的證人 並且向我們的故政機關報領結婚登記 完成了這些手續之後 就是合法的夫妻了 另外提起要拍照啊 可是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拍結婚照呢 我個人認為 這全都是廣告的噱頭 生意人的手法 他呀 他告訴你 你呀 一生才結婚這麼一次 為什麼不快樂 美美的 獨一無二的婚紗照 給自己留個紀念呢 還有 還有 你 不可能 青春 永住 他找幾個像 燕林姐這樣子的 難啊 還有 還有 嘿 難保你身材 有沒有走樣 他找幾個像 這樣子的 後見的 您說是吧 是 還有 他更可以留給你的下一代 甚至像下一代知道 年輕的你 可也是英俊瀟灑 風流倜傍的呦 那你 你的呢 哎呦 別提了 哇 我真的是 恩我肚子 冒美如花的呦 所以呢 花一點點的錢 拍著獨一無二 為你良孫打造的 婚紗照 絕對是值得的 話說到廣告 就不能不提 永恆的標記 鑽石 一顆 永流傳 他是如此的成功 當今 我們提到 訂婚 結婚 黃金 是基本配備 鑽石呢 是一定要的 只是大小 不可以 那婚紗照呢 當然了 怎麼可能少得了他呢 話說 拍的獨一無二 美美的 為你良孫打造的婚紗照以後 就能保證你 從此 一帆風順 白頭 偕老了嗎 當我們未必 我個人認為 要維持一個良好的婚姻 至少 去具備三個條件 第一 他必須要有愛 做基礎 沒有了他 基礎 就不穩固 基礎不穩固 就經不起風吹雨的 更別說是 互相扶持喔 愛 他更不是挖在嘴巴上的 他需要從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互相關懷跟體貼 第二 包容心 來自不同生活背景 習慣 價值觀的兩個人 要生活在一起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 允許你的另一半與女不同 第三 責任 結了婚 成立了家庭 男女雙方 各有各的責任 和辭責 如何 辦好你的角色 這就是你的責任 學習 是一定要的 話說 當年我 堅持 誤拍婚 髒 因為 我認為 這 只是生意人的手法 他只是想把你 扣袋中的錢 偷走 然而 多年來 每當我參加別人的婚紗 婚宴的時候 我看到美美的結婚紀念照 分享著他們的喜悅 與驕傲 給他們的親親和朋友 我的內心 還好 我的內心呢 這個說不出的 這個說不出的 就是失落感 還好 我的機會終於來了 我的結婚 十周年紀念 我用心的 我用心的 我跟Tostmask所學到的 任何技巧 我說服了我的先生 拍了十周年結婚紀念照 我的兩個兒子 理所當然 變成我們的花筒 他 終於迷不給我 多年的遺憾 而且 我的先生 也非常滿意 那就是 我們為什麼還會有下一次 下下一次 今晚 我的先生 吹出我 趕快去搞一張婚燒工作室 我們 都期待 再拍一次 獨為無二 美美的 結婚中年紀念照 此人呢 請保佑我們吧 什麼啊 你說什麼啊 哎呦 錢啊 錢現在已經不重要了 主持人 各位評審 各位來賓 大家好 今天能夠在這個 瘋和日音的談中 聽到我們每次 跟我們分享這一個 溫馨感人又可愛的演講 婚傻掌 我不能不首先就一定要先提出來 他給我們一個非常好的開頭 他為了我們大家 為了我們會有 有沒有過有類似的經驗 果然 沒 沒拍過 也看過 大家都有這樣的經驗 深深的就吸引住我們的注意力 那再來呢 我們也看到米汁 他整個 演講裡頭 用了許多的幽默 的幽默點 譬如說 那我們米汁 那我們米汁自己做 做 做飯令 像我這樣子 像我這樣子 或者拿我們 燕琳作為 壁子 一下子就讓我們知道說 他要表達的是什麼 整場充滿 笑語 觀眾的笑語 第三點 我們一定也有發現 整片演講中 他的結果是非常清楚 先問問我們 有沒有過這樣的經驗 第二點 再來呢 告訴我們 也幫我們分析 為什麼我們要拍分殺照 第三 告訴我們 怎樣才能拍頭協老 今天我們要結婚 今天我們要拍照 還不是就是為了 賣一頭協老 因此 能夠聽到這樣的一篇演講 真的讓人 從現在開始 也許各位 從剛剛開始 心情就愉快 就開始高興到現在 那在這裡呢 今天 聽完米姿的演講 我想 就我的觀察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 在米姿的整篇演講中 我們看到他有非常多的手勢 跟肢體動作 第一 第二 第三 多了一點點 每一句話 每一句話 都有一個正在移動的動作 其實會失去你動作的張力 而且 觀眾會被你小小的混淆了一些些 所以就像你演講中 用到句子 鑽石很久 有一顆 也就夠了 對不對 因此呢 如果我們能夠把整篇演講中 所使用的肢體動作 加以修剪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絕對整篇演講的張力 神捨不少 這是第一個建議 第二個建議呢 我們看到它的結構 非常的完 非常的清楚 一二三 一二三 但是在後來的時候呢 在結尾的時候 我們如果能夠把最後結尾的部分 讓它更完整 去靠住我們 為什麼拍婚紗照這個主題 譬如說 我記得在第四點 搬頭協老的第一 就是為何要搬 怎麼樣才能搬頭協老的第四點 你聽到你在 要搬頭協老的學習 帶著老公去拍婚紗照 這樣子 你一個改變 用它跟著觀念改變 也因此 你們去拍了妹妹的婚紗照 留下了永恆的愛的回憶 整篇演講 沒有告訴我們 她老公有多愛她 但是你們感受得到嗎 整篇就是溫馨的家庭 沒拍婚紗照沒關係 但是家庭有愛 知識使人自大 愛使人堅強 這篇演講 絕對更加分 主持人 明知小姐 謝謝你把這麼嚴肅 緊張的獎品比賽 講成好像 讓我們感覺 好像是結婚點名 這個 尤其連這個笑容可取 那表情迷人 那時候我們就心裡想說 結婚 結婚 婚紗照 這個人一定很有結婚的經驗 好險 你只結過一次婚 確定吧 尤其在你的主題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 你問你一個問題 一定要拍婚紗照嗎 這個本文有點像論述偉 道述偉說 不一定要拍 這也解釋了我這麼多年 為什麼日子給我那麼痛苦 覺得我當年也沒有拍 這個迷惑 謝謝你解答 尤其 我喜歡你告訴我們 一點那個價值 就是說 其實不管鑽石的大小 或者婚紗照的貴便宜 都不是問題 而因為它不等於幸福 幸福是來自於 是學習的 婚姻來自學習 是要有三心 愛心 包容心 汗色的一些 哇 你相信回去之後 我們的感情都來得及 我應用在三心 直面對 天下的婦女 不面對我太太 那麼在這種心之外 我其實想說 那我們會不會更 就像戀愛一樣 我們要砍得轰轰烈烈 那我們這一個演講 我們這個結婚紗照 能不能也照得轰轰烈烈呢 所以呢 我在想這裡面 我可能會給你兩心 第一個兩心就是說 因為你在拿什麼愛心的時候 蠻好的 那我們正當處理愛心 是紅色的 可是因為你繼續敘述包容心 跟責任心的時候 這個道具還在手上 使得我們會有點分心 所以我建議你減少它 你不用磁鐵 在你講第二個的時候 貼在這裡 減少分心 增加關心 最關鍵的人 享受你的speech演講 第二個 就是 當你在這個開頭的時候 與其 你問了兩個問題 蠻好的 同志教現場認識 或溫暖和婚紗照 蠻好的 可是我覺得 就像戀愛一樣 我們要拍得轰轰烈烈烈 那這個演講呢 就像婚紗照 我們要拍得轰烈烈烈烈 所以我建議 你一開始用對話式的 比如說你 你就說 老公啊 來去拍啦 來去拍 拍什麼 開蚊子嗎 自己拍就好 不是啊 拍婚紗照啦 拍婚紗照多少錢 五萬而已 五萬台而已啊 你知道我可以吃飯吃三個月呢 然後就類似這種比較有強烈的對話 讓人家看了說 哇 你們夫妻有這種爭執 所以十年都沒拍 十年都沒拍 所以第二 我第三點呢 因為你的開頭很有力 所以你的終點的時候 我覺得在這個 啟發婚姻關係 跟婚紗照的關係 可能可以多一點琢磨 這就是說因為 不戰戒跟婚紗照都不是問題 而是兩夫妻間的努力嘛 所以後來你的先生轉換了 這也是我們演講最想聽的 他有個大轉變 他怎麼大轉變 他轉變 他想要拍 因為他說 你的努力讓我覺得 我以前沒有陪你 我以後 你也都要陪你 我們拍拍拍拍拍 這樣子 所以這樣要讓我們知道 這麼有說服力的演講 帶點趣味跟感人 好 減少一點分析 增加一點開頭跟結尾的劇張點 我相信你的婚紗 下一次我也要參加 如果 純墨是經 那麼善於表達的人 必定擁有 許多的戰時 好的演講者 舉別人的例子 但是 也講自己的故事 我們今天的主講 敏茲 他就用他的故事 來跟我們分享 他拍婚紗照的 一種心目歷程 直接他 非常自然的 看在這裡 威威道來 那麼 他的聲音 雖然非常的質樸 但是呢 卻是最貼近我們一般人的 情感表現 所以呢 也引起了很大的共鳴 我覺得他的 自體語言表現得非常的好 而且呢 他的演講 是有 是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他有通俗性 因為他用了 我們最熟悉的 也最有趣的 拍婚紗照 來跟我們分享 第二個呢 他是有戲劇性的 因為 隨著他演講的內容 我們可以知道 他在拍婚紗的 這段新路歷程 是一個 怎麼樣的 戲劇化的呈現 那接下來呢 他還有趣味性 我覺得這是他成功的地方 當然最重要的 他還有啟發性喔 他告訴我們 除了拍婚紗照之外呢 愛是要經營的 他除了愛之外呢 還要有包容 還要有責任感 我覺得這個演講很棒 那因為 女孩子嘛 對於拍婚紗照 大家都很有感覺 所以呢 他可能喔 因為太興奮了 而忘了評分 其實停頓 在演講裡面 他不只可以引起注意 還可以 在 強調重點 即使在語氣的轉換上呢 他也是一個很好的轉折點 所以啊 我要 告訴這個我們的主強者 下一次要記得 要記得停頓 因為 事實的停頓 他比滔滔不絕 更扣人心弦喔 今天你的演講 非常的精彩 而且呢 我 經過你的演講之後呢 我有一個感覺 就是 在一個 愛的經營裡面 結婚 是一輩子的事情 那麼在經營的 在我們啊 夫妻的經營上呢 我覺得 愛雖然是一門 非常高深的學問 但是 寬容呢 更是 愛的精髓 主持人 好 谢谢大家